上一次我们特别谈到 我们谈到有七个系统 第一个是Tri Clinic 第二是Mono Clinic 第三个我们说是Opulombic 第四个呢 我们跟他讲说Cetagonal 第五个呢 我们说有Lomohizo Lomohizo就是Tri Clinic 第六个是Hezogonal 第七个Cubic 总共有七个Farmist Lapis 那在三个空间的结构里头 是周期性的结构 总共只有三十二个点群 三十二个三 dimensional point group 这只是给Crystal和周期性的 事实上呢 如果不是给氢体呢 它的变化应该会多一点 那我们上一次花了时间一个一个导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点印象 我们上次好像跟导到MM2 是不是 所以MM2 那M2我们讲完了嘛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下MM2 我这个投影片的M大写是抽入的 应该是小写 所以刚才可以 啊 容许我 啊 容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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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軸 第二個代表Y軸 第三個代表Z軸 所以我畫一下 方便旗艦因為要轉來轉去 所以我們就畫這個 MMM 理論上這個也畫一樣的 剛剛我們那邊沒有這樣畫 沒有關係 現在我要找另外一個設置 第一個M是X軸 如果熟悉一點 我在這邊寫一下 X軸在這裡 Y軸在這裡 Z軸在這個地方 那我現在要畫 我們用紅色的 當作MIRROR 我們用藍色當作Location Inversion Rotation Axis 第一個是X軸的M X軸的M就垂直一塌 我畫一條線其實不是一條線 是一個平面的立體托影 第二個是Y軸 Y軸在這裡 第三個是Z軸 Z軸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MMM 不然你今天會發覺 如果有兩個MIRROR 垂直90度自動會產生突破 我們待會來驗證一下 那現在我先把它畫下來 我們會 垂直90度會有個突破 這邊垂直90度會有個突破 90度會有個突破 會有個突破 那所以我們會得到我們左邊所看到的 在這裡所看到的這個 那現在呢我們要做一個 剛是Symmetry Element 所謂什麼叫Symmetry Element呢 就是Middle 或突破 它是對稱的 那所謂Point Group呢 就是在那個Point Group上面 可能有好幾種 在這裡有兩種 一個是Middle 一個Tool 4 組成的 那如果細看呢 有三種Middle 還有三個Tool 4 一個X軸 一個Y軸 一個Z軸 這樣組成起來 構成的所有的Symmetry Element 那過程呢 點群的MM 的Symmetry Element 的立體投影圖 現在呢 我們要看Equivalent Directional 就是 如果像原子的 在空間的位置 它是有方向性的 那我們把它叫一個G 往哪邊射過去 那我們隨便假想一點 這一點呢 有時候我們在講一裡頭 我們這個點呢 我們習慣用紅色的 那隨便有一點在這個地方 這一點是什麼 就SYZ 我們講一下 不寫SYZ的 因為老實是 每一次都要寫SYZ 道中密碼碼碼的 所以點一點 你自然而然 就會自己去找DTool 3 不管它是Qubic系統的 或是NHC系統的 反正你有MinerIndex MinerFarvest Index 你自己都會去找它 永遠走過類型機的 就假設你是高手 現在呢 我們Miner 我現在開始operate 請大家仔細看一下 XMiner 我現在用這個XMiner 就是選這一個 這個XMiner 這邊就會打一顆 Y走了Miner 你就選這一個 這邊一次就兩顆出來 Z走Miner 就選這個 一次就上下各一個 所以MinerFarvest等於多少 MinerFarvest等於8 就是呢 我把你縮小在中心點 然後我看到你呢 上個在打個睡 我今天的心情 不是很好 那我就故意把球往裡面 推過去 你打打幾個包 打8個包 上面有4顆過來 下面有4顆過來 你一定醒過來 因為實在太通了 這個呢 就是因為它對稱呢 有8個 MinerFarvest有8個 可是呢 在空間中某個地方呢 它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 位置 我們說 我們在考慮它的時候 我們有所謂的 general position 我們剛剛xyz xyz 站在哪個位置 symmetry等於1 xyz的symmetry在哪裡呢 看一下 xyz的symmetry 它的symmetry等於1 怎麼知道 因為你放在這裡 放在這一點 這一點有沒有symmetry 沒有 它沒有站在 mirror上面 它也沒有在 to-for-rotation 不過如果 你呢 把它symmetry 你把它放在特殊的地方 比如說你把它放在特殊的地方 有很多 有非常多特殊位置 我簡單畫幾個 請讓你自己好好練習 第一個特殊位置 就是說 我畫到這個Mino上頭 可不可以 剛好在這Mino上頭 有沒有 對不對 在Mino上頭 好像可以 這Mino就是xy x0z x0z的平面 然後 你看看這邊 然後Mino轉過來 就在這裡 它multi-pris等於多少 multi-pris等於4 multi-pris等於4 原來應該有八個 現在本身分為四個 那應該是特殊位置 比較特殊的位置 它可以放在這裡嗎 可以啊 這裡它multi-pris等於多少 也是等於4 它可以放在這裡嗎 可以 這multi-pris等於多少 等於4 我都把它放在什麼位置 放在 鏡面對稱的平面上頭 對不對 我放在變平面上頭 那因為我還有2-4啊 所以我可以放在2-4上頭 我放在2-4在這裡 2-4multi-pris等於多少 變成2 因為 我怎麼會 然後就知道 因為2-4一個就產生2 mino一個就產生2 它擺在一個焦點上面 它就損失了4倍 所以8除以4等於2 所以我知道 multi-pris等於2 不相信你在好好試試看 當然呢 第二種做法就是說 哎呀那我是乖乖的學生 我按到步驟來 所以按到步驟來也行 那就按到步驟來 按到步驟來 所以這一次我畫了那個顏色給你看 步驟來就是我開始有個 在這裡一個 x-mino讓它產生這個 y-軸-mino 因為它在y-軸-mino上 所以動不了 z-軸-mino它在z-軸上面也動不了 所以它就是兩個 這是按到步驟來 所以multi-pris等於這個 還有嗎 當然有啊 再往下 可以擺在y-軸 也可以擺在z-軸 對不對 所以multi-pris 特殊位置總共有幾個 有6個 有6個地方是特殊位置 那對一般位置 general position 跟特殊位置 spatial position 對這個了解的請舉手 為什麼這件事情重要 因為所有的結構 你看到的結構 通通都在特殊位置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我所拿的地方一定 在這裡有三軸對稱經過 對不對 有mino經過 所以它一定都是怎樣 對稱高一點的位置 一般結構都在這裡 所以點情論你一定要了解 它在特殊位置 你才可以 未來才可以進一步往前分析 可惜我這門課 教你這個 只是基本的 以前我開過一門課 叫做單筋的物理性質 它就談 那你單筋的物理性質 單筋以後 因為對稱的關係 那它就會導彰量 幫你知道 怎麼去實驗測量不同方向 有不同的性質 實驗測量它的關係是怎樣 它會跟物理性質把它合在一起 那這本課沒辦法 因為是大二 所以我給大家指示最基本的 你把基本的弄好 未來你大概就會知道它怎麼運作 下面我們要跟大家談的是下一個案例 在還沒談下一個案例 以前請 對不起 我還要給它補充一下 請大家仔細看一看這裡 這個 我在講義這邊有寫2 over M 2 over M 有看到嗎 就在這個地方 那這是早期的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我們在學的點群論的標計畫 X軸 Y軸 Z軸 X軸有沒有to4 有 有沒有mero 所以在X軸上面有個to4 有個mero夾在中間 Y軸有沒有to4有個mero 有 Z軸有沒有to4有個mero 有 所以就標示這個 不過這樣標示挺辛苦的 寫了寫一堆 後來大家就覺得 那標示 M M 把這個方法小寫 M M 這樣就好了 可是這樣標示的時候 我們後來發覺 我在寫MM的時候 我需要有個步驟 你在倒塌的時候 需要有個步驟 什麼步驟 你在倒塌的時候 倒完以後 你要查證一下 看有沒有mero 兩個垂直的 那這樣有to4 夾角有90度 如果夾角45度 就有fo4 你自己驗證一下 我們慢慢一步一步來 你要查看有沒有inversion 北半球有個極 南半球有個極 跟它對稱 你要查看 因為會有兜餘的 在我們的案例呢 是有兜餘的to4 下面呢 所以我們就會跟orthogon比獸 再見了 因為我們要進入tetagonal system 那tetagonal system裡頭 有個特點 就是會有一根foldfold rotation的axis 這是tetagonal system的特點 所以我們看一看 兩個 第一個呢 symmetry呢 是fold symmetry 這個tetagonal呢 我們有跟大家談說 要大家背一下 所以第一個 fold代表的Z軸 所以我現在要畫 tetagonal system的Z軸的對稱 foldfold 所以我就畫個foldfold 四個角有點像零形 正方形 把他擺一下 那所以這個是我symmetry element 只有Z軸有 因為射到001 射到北極 拖映下來就感覺 就這個樣子 南極那邊有一個00-1 但是被重疊了 下面呢 我們就要看一下equipment direction 這個一個syz rotate 怎麼rotate到這90度一個 90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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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結束了 multipisic等於多少 等於4 他有沒有特殊位置 認為有的請舉手 有沒有特殊位置 在哪裡 中心點 從來沒有中心點啊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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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發出在立立投影圖來嗎 不行的 因為 一定要射到球殼 010就是你自己 我幫你收小 你就定在000 好難過喔 被動在那裡了 你的出不了頭 你要出去玩都不行 001才上去 011 002 004 這個往上走 我們用001代替它 因為反正同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只有那個001方向才會收到這個地方來 這multipisic呢 一到那裡去 剩下多少 multipisic如果是在這裡地方 我用紅色的標示它 請問一下他multipisic等於多少 等於1 所以它是特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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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看下面 下面一個呢 是full bound 所以我現在首先full只有一個 所以在z軸上面 那我就要畫full bound 那full bound 的標示呢 就是一個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圈 兩頭尖尖 這麼大的 就是這個 好 就上面有 我上一次有跟大家談過full bound 出來就是類似這樣這個結構 是有full bound symmetry的 好 就是在這個軸上面 然後左腳右腳 前頭後頭各一個 把它畫在這裡 看得出來吧 一模一樣對不對 這是後爸的記號 我講得很仔細 有時候覺得很囉嗦 如果你覺得很囉嗦 請你忍耐一下 為了你當老師 你就知道 要照顧所有的同學 而且他還在聊天 那我都講快一點 他大概 剛講什麼東西 大家哈哈 他沒有笑什麼 因為都會忘掉 講慢一點就不會有誤解 大家都會聽得到 請大家看一下full bound 其得喔 我現在講很慢 是因為 要為未來哭露 你這時候不懂 未來你就會越來越不懂 這個full bound 轉 90度 inversion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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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度 inversion 所以這叫full bar symmetry 聽得懂嗎請舉手 非常好 所以上面有兩個在北極 兩個在南極 那full bar有沒有特殊位置 有 特殊位置也是在這個軸上面 請問一下特殊位置 馬提皮士等於多少 二 非常好 講得很棒 不是肚子餓了 是真的就是餓 所以我轉一次給你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轉90度在原來 inversion到南極 轉90度在原來 inversion到北極 轉90度在原來 inversion 就這樣上上下下 馬提皮士就等於二 那下面我要寫full over m 告訴你剛開始在Z軸 因為他同樣丟第一個 有full 那就類似正方形 把他稍微畫 歪一點點 有個mino mino那個軸一定是剛好 跟他垂直的 就是full over m的symmetry element 然後 有這個以後 我開始再倒塌 隨便一個 general position 一般位置 轉full 90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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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o運作全部 北邊 南邊 都各有一個 馬提皮士就等於八 這full over m 特殊位置 我這時候不講了 因為沒有必要 你們慢慢有一點概念就好了 你們慢慢有一點概念就好了 因為留給大家做一點習提 我們full to two 請大家仔細聽一下full to two 他畫他的時候就要畫多一點了 我們就畫多一點 symmetry element 發多一點 因為45度 我畫的時候大家就會知道 第一個full呢 就畫在這裡 因為 Z軸 就畫正方形 44 rotation的符號 第二個 two呢 是代表 x軸跟y軸 所以 to four在這個地方 to four在這個地方 to four在這個地方 有些同學大概比目比較多 他會突破 倒是x軸 不是這樣畫的 這還要畫一條線下來 記得 地理投影圖畫一條線下來 變成平面了 所以不要這樣畫 這樣才是標準的畫法 因為是方向 只會接出來一個點 頭到刺刀面 只會是一個點 這to four 那第三個to 是110方向 所以110方向 我畫一下 還有另外一個 1-10方向 to four 我畫一下 這是我們Tetagonal的definition 傳遞的definition 這個 這樣清楚 就請舉手 你不清楚 那就請你分開講義 講義的這裡 在這一頁 有個Tetagonal 他告訴你 第一個是Z軸 第二個是SY軸 第三個是110 跟1-10 好 那這是上一次有談過了 那順便我畫給你看一下 隨便一個 請大家仔細看 for 轉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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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的for 我用哪一個 這個for 現在我就覺得我用 to four rotation 一個x 這個就轉過來 to four rotation 這樣就結束了 知道我只用一個to four rotation 就可以轉過來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你為什麼不知道 你為什麼不知道 知道 沒舉手的 知道我一轉的話 全部都會搞定的 請大家記得 我說 我今天是大力士 我現在裡面都做好 我在這邊有個軸 我反正轉180度一轉過來 請問左邊跑到這邊 他會不會也會跑過去 任何人都會轉到 因為我是大力士 我整個空間全部轉 所以今天呢 如果有for 有四個 我一轉的話 全部都轉過去 轉過去以後 我就說老實 還有很多 對 那你再轉一下y軸 你轉y軸的時候 發覺它本來就在那裡了 你轉一下110 它本來也都在這裡了 通通都不用再轉了 為什麼 因為在證明32個 點群論的時候 它是證明的 空中轉兩三個 它後來其他幾個自動會產生 自動會產生的 所以呢 就不用 我們沒有去證明 我們只是回頭來用它 驗證它是用這個來證明 剛好有32種 類似這個樣子 這個422 請問一下 它會不會有很多特殊位置 會喔 因為每一個軸你就可以弄個特殊位置 我畫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找特殊位置呢 你可以看1 2 3 1個 2個 3個 4個 5個 所以就畫123 4 5 你說老師這邊只畫個10次 你會不會還要打個X 隨便 你要畫很多都無所謂 只要畫對就好 第一個 我可以畫在哪裡 畫在這個地方 4 4 然後這個 會有個特殊位置 如果我畫在這個地方呢 它會有這個特殊位置 如果畫這個地方呢 它會有個特殊位置 好 對不對 然後 所以我剛剛用X軸 現在我如果用Y軸的話 它一樣 這一軸它也一樣 所以這兩個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有雖然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有五根軸 但後來這重複的 所以特殊位置只有三種 這三種 Multipacy 這等於2 Multipacy 等於4 Multipacy 第一個4 是Z軸 藍色 4 Z軸 第二個4 第二個是M M是X軸的M M我用紅色 X軸的M在這裡 Y軸的M在這裡 第三個M 那是110 在這裡 那第四 還有1-10的M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畫下來 4mm 所以左下角的圖跟右上角的圖是一樣的 如果你有講義的話 我建議你去印個彩色板 彩色板是我畫的講義 都特別寄給你們的 你看彩色比較清楚一點 有人說用顏色辨識 是一個好法子 那我們現在看看這個4mm Rotate 就是對一個 第一個 我現在用X軸的M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X軸的M 蹦蹦蹦蹦 就結束了 這個就總共是8個 我都沒有打圈圈了 如果大家要怪我畫得不太好的話 是因為科技關係 我以前用的電腦非常非常慢 開機要20分鐘 筆也很尖 畫起來就像我寫字一樣 就很清清楚楚的 但現在這個開機8秒鐘就好了 但這個筆比較粗 看起來比較粗一點 所以要畫 看起來就有點 不是很漂亮 不過呢 看得懂吧 都是北半球的 multipis等多少 等於8 好 那下面呢 我們要看一看 4bar 2m 4bar 4bar 4bar是把4bar也畫下來 兩頭尖尖的這一個 好 4bar 在z軸 第二個x軸是2 2 4rotation x軸 y軸 也一樣 第三個 第三個是m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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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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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得到4bar 2m 那老師啊,那其他的就不用再管了,其他可以驗證看看啊 Y軸轉的時候 用這個來轉的時候,這個就到北極到南極 北極到南極,北極到南極,北極到南極,北極到南極 所以是確定是有的 然後用110來轉看,110轉轉看 這個北極到北極到北極到南極,南極到南極到南極,北極到北極,所以確定這邊有個Milo,的確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驗證看看 就是這麼多Milo,等於8 我們這個Milo,等於8 我們這個Milo,等於8 這到9 1 2 2 2 5 5 6 5 6 6 6